一兵老兵举着头盔开始缓慢移动 果然下一秒德国狙击手就开枪了 确定了对方的位置 舒达当即把枪口瞄凑了炮弹 但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此时舒达居然迟疑了 上次杀人 在心理上给他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导致他犹豫不绝 安德烈见他迟迟不行动 赶紧催促 但越催越乱 这时一阵妖风突然刮来 那张醒悟的宣传单页被吹进了暗宝 德军狙击手意识到了什么 登记向后方撤队 眼看就要坐视良机 安德烈毫不犹豫地引爆了炮弹 爆炸结束后 小队成员安全撤回了战壕 这时一名战地记者喊停了安德烈 根据上校的要求 他又佩戴熊工章和队员一起拍照灯报 本来按照约定 这次的功劳应该是舒达的 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才导致这样的局面 之后安德烈叫住了舒达 收缴了他的背枪 命令他即刻去医院报到 以示惩罚 另一边 德国奥运冠军温格勒 也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自从上次对决后 他就一直打听安德烈的消息 这次前来 势必要和他做个了断 一同前来的还有银牌 获得者舒尔茨 两人组成狙击小队 偷偷地潜伏在了草地里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 一个落单的侦察兵 舒尔茨提一击杀他 被温格勒拦了下来 以他对苏军的了解 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去救他 到时候只需要围点打人就行了 来一个死一个 来一批死一批 正在救治伤员的舒达 也发现了这名伤兵 他不顾对有阻拦冒险爬了过去 温格勒见前来的是个护士 立刻打消了狙杀他的念头 不能为了一个女兵 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还要对付的是苏军的狙击手 舒达虽然尽力地 抢救了那名士兵 可对方还是因为 失血过多日子 到了晚上 平安归来的舒达 还没来得及还口气 又被安德莉批评了一番 如果今天他遇上的是个新手 早就没命了 对方不是不杀他 只不过是不想暴露而已 舒达哭诉着问他 为什么要关心自己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凭什么还要骂我 你怎么会这样 你不愿意怀疑 你什么都不愿意 准备了准备了 让人们需要决定 战独的一人 如果每个人会 把人的脑子扔 那么谁会决定 你会决定 而你 在罗状上 你会决定 你会决定 走 有 被熏吃的舒达 哭泣着回到了基地 还没来得及整理好心情 又被军委会喊去调查 面对敌人 不能第一时间射击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虽然舒达尽力去解释 但是还是没有摆脱投敌的嫌疑 德军那边 为了狙杀解决安德莉 也重新部署了作战计划 他们让工兵 在苏军经常隐蔽的一带 埋上了信号弹 只要有人触发拉线 就说明那附近有人 到时候利用重火力歼灭就行了 德军在阵地中间的异常举动 很快传到了安德莉这边 他召开紧急会议 提醒所有女兵一定要格外小心 哪知这个时候 丽娜只顾着看情人寄来的信 把安德莉的话完全抛至脑后 到了晚上 双方狙击手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了同一片区域 本应该高度紧张 视线一直在狙击镜内 而丽娜却为情所困 视线慢慢离开了瞄准镜 安德莉看出他有心事一方不测 只能命令大家撤退 可返回途中 丽娜满脑子里 还是情人和他分手的场景 结果不小心碰到了德军的陷阱 准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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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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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已經被告白了 快點 什麼 對不起 人生安全回去了 但這件事讓安德里異常憤怒 整個團隊內不是情就是愛 一點戰場紀律都沒有 作為懲戒 安德里異當眾把莉娜的信讀了出來 信中內容大概是 讓她放棄狙擊兵的身份回到莫斯科 以她家的地位 完全可以過安穩的生活 要不回去結婚 要不就分手 侦察連中尉科比洛夫是莉娜的追求者之一 她看著自己心愛的姑娘被安德里欺負 果断出手相救 要不是上校及時出現 這倆人能把天捅個窟窿出來 安德里之所以當眾羞辱莉娜 也是無形之中拯救她 想要成為合格的狙擊手 就必須在這份感情上做出選擇 想通後的莉娜 找到了安德里真值得到了見 我放棄了 我會參加在旅程中 我會退獎 我會在旅人的問題 我會不去做 我會有什麼 那些問題 沒有了 我會說 我會說 我會忘記 在座談 你會不在乎 你呀 我會有缺取 那 矛盾化解了 小队也变得团结起来 但新的麻烦出现了 以前长用的伏击点暴露了 安德烈只能重新去找新的地方 就在侦察兵观望有力地形时 温哥勒果断开枪击毙了他 子弹刚好挣住眉心 这让安德烈顿时紧张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老对手来了 那天晚上要不是头盔剃的挡出了致命一击 也不会落下这个头疼的毛病 现在只能靠着药物维持心性 好在舒达发现了他的异常 并心细的捡起了瓶子看了看 回到医院后 他追着院长询问了好久 这才得知原来教官患有严重的头疾 只要压力过大就会暂时性晕倒 这要是在战场上就等于是活靶子 而安德烈也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 他赶紧给学员上课 面对实力超乎寻常的对手 就要学会伪装和诱敌 你能在狙击镜中看到他 也就代表着他也能看到你 除非也由他先开枪 然后趁他拉栓上堂的时候一击逼命 所以每个人要学会画画 在稻草人上画画 尽可能把假人做得逼真些 等那边一下课 力达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 他逼着安德烈去回莫斯科救治 言语之中处处透露着爱慕之景 安德烈知道瞒不下去了 于是借机答应下来 不过离开前他要先完成一件大事 那就是先给自己的学员玛莎举行婚礼 给足他活下去的勇气 婚礼结束后 玛莎被送到了后方工作 而安德烈也信手承诺地去莫斯科治病了 离开前他把狙击小队交给了上校亲自负责 并且再三叮阻 他不再千万不要和温格勒正面作战 这是德国最强的狙击手 他凭借一击之力挡住了苏联整个侦察连 无奈之下上校只好派出狙击小队 试图找出他的位置利用迫击炮见面 潜伏过程中 芭尔卡的衣服不幸被舒适挂住 错过了最佳的移动的时间 等缓过神来 温格勒的狙击枪已经瞄准了他 狡猾的温格勒没有一枪逼命 就等着围点打圆 但没想到丽娜也在第一时间瞄准了舒尔茨 他想用同样的方式逼温格勒现身 可这只老狐狸非常的冷血 他看着受伤的舒尔茨不光没有行动 还冷哼了一下 似乎好像这名队友脱离了他一般 丽娜见温格勒迟迟不行动 舒尔茨一样看也要爬进掩体 关键时刻 抽动了扳机 数秒后 惊人心切的丽娜不顾队友劝阻 朝着受伤的瓦尔卡爬去 但下一秒 枪就响了 看着昔日的好友 一个个命赏温格勒之手 一向沉出冷静的舒达再也忍不住了 他拿起枪就向前线走去 把安德烈的命令全部抛至脑后 可苦苦找学了一中午 他连温格勒的影子都没看见 反而被温格勒提前发现 这一吻 不光感谢了安德烈的救命之恩 还把这些天心中的委屈 尽数释放了出来 为了尽快给队友复仇 安德烈找到上校 请求单独行动 一为一和温格勒展开决斗 就在几人上一方案时 德军侦察机突然来袭 中人症状纷纷躲避 只有安德烈举起了枪 朝着敌机瞄准 根据情报得知 这架侦察机携带了大量的机密 它的底部有个防火罩 那里面藏着非常重要的胶卷 一旦落到德军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总部命令狙击小队 搜索他们打下的飞机 并拿到相机中的胶权 而另一边温格勒也收到了 同样的命令 两个老冤家终于要碰面了 苏金带队的是 侦察连中尉科贝洛夫 为了安全起见 在到达目的地前 他就让安德烈和舒达 提前隐蔽起来 自己则慢慢走向飞机 可千算万算 温格勒也没想到 自己的狙击兵 会提前暴露位置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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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千 PT 准备 傔撞 傅 靠备 ス 双方围绕飞机打了整场有半个钟头 德军死时惨重 就在呼叫支援时 安德里突然现身击毁了电台 但下一秒 他已被温克勒击中摔下了山坡 两侧正面交手安德里全部失手 现在唯一能和他匹敌的只有舒达 安德里找到了安全位置后 立刻向舒达下令 他会用手雷阻挡温格勒的视线 然后趁机爬向飞机炸毁胶卷 而舒达一定要在温格勒开枪后才可以露面 倒霉的德国人听着安德里唧里乖拉的喊了一大通 愣是一句话都没听懂 德国士兵以为苏军要硬抢 带着人向海水搬游了下去 和你来做什么 我希望你能做得更好 你可可可可的 哎呀 出嘴 哎呀 出嘴 快點 聽見 快點 聽見 都在那邊 回合 取手機 不停 去看 到他了 在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会不会 干掉了温哥勒 小队也顺利完成了任务 安德烈和舒达磕磕碰碰地走在了一起 两人约定战后一定要生一窝狙击手为国效力 可这个愿望还没实现 安德烈救急复发竟又被送往了医院 主治医生告诉舒达 安德烈因为长期压力过大 头部神经已经损坏 就算不死也可能瘫痪终生 但狙击小队不能一日无主 培养下一代的大人就落在了舒达肩上 看着一个个稚嫩的面孔 舒达收起了平日里的笑容 非常严厉的给他们上起了第一课 作为狙击手 你可以忘记传念意 但永远不要忘记拿武器 战争结束后 安德烈在医院的救治下逐渐康复 他也信守承诺 完成了舒达要生一个狙击小队的愿望 好了 本期的讹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舒瑶 我们下期再见